防疫作战 口罩 隔离衣 防护衣 全是关键武器 纺制国家队超强战力 光是隔离衣半个月拼出败关键 第一线医护人员 最常用的P3等级防护衣 属于最高等级 要彻底防止血液渗透和病毒入侵 关键就在缝合处的止水条 缝衣服的时候就有针孔 可是要防到血液病毒 我们就必须把针孔封住 成立30年的纺织业者 17年前在SARS期间 就曾参与政府的隔离衣生产计划 现在武汉肺炎疫情扩张 二话不说再次投入生产防疫资源 早在清乾隆时期 台湾纺织业以染疹出口为主 一开始在文山石定 还有深坑这个地方 有木兰这种植物 它是适合做燃店 后来在三峡这边也大量的存在 所以在三峡这边反而发展了更成熟的 一个蓝染的这个产业 随着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 轻薄的棉布透过三井物产 大量进入台湾 成为市场主流 纺织业也因农作物出口的需求 有了重要转变 譬如糖 盐 米是大宗的东西 那他们的包装需要大量的麻布袋 那台湾呢就在这样的状况下 开始生产麻布袋 日人在1907年在台中 峰原就成立了黄麻纺织工厂 主要利用黄麻纤维来自在米袋跟糖袋 进口台湾的布匹则以日本 京都 大阪 中国 江苏 福建为主 商船停靠大稻城登岸 逐渐发展成最大的布匹交易市场 稍有资金的人投资经营布庄 想学行销管理的年轻人 从中累积经验值 而后成为引领台湾纺织业的先驱者 我是从新竹发迹的 他是新竹人 新竹国小毕业以后 就来这个迪化街打工 在迪化街的这些布行 从学徒开始做起 台湾光复之后 本土派的台南帮 台南纺织侯宇丽 吴修琦 吴三连 大稻城布庄发迹的星光帮吴火师 带着人力设备 从中国来台的上海帮 远东纺织徐祥 台原纺织吴顺文 山东帮的润泰纺织 尹淑田 这三股强劲势力 开启台湾纺织业的黄金岁月 在鸡生龙龙的庞大厂房里 工作人员正将成卷的人造纤维丝 装在不停运转的机器上 1957年 中国人造纤维公司 研发出台湾第一根自制人造丝 开启纺织业的新纪元 星光帮的吴火师结合上海帮 和台南帮的侯宇丽 生产雷银丝 新政院正推行第二期四年金剑计划 强力扶植纺织厂 拓展外销市场 1957年11月底 台湾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纺织工业展 一连选在今天的228和平金岭公园 100多家厂商参展 每天吸引4万多人参观 在展览会中举行服装展览 有很多美貌的女士 穿着各形各色的 国产棉布绸缎的服装表演 极受欢迎 1960年代 台南纺织运用人造纤维 打造出家喻户晓的自创品牌 太子龙 印象中好像一套裤子 加上这个外套 大概要40块钱台币 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薪水 大概180块 那个时候都是以穿太子龙 作为这个时尚的 这个所谓的标杆 这个太子龙 这个品牌打得非常的响 那我们也要做另外一个品牌 做什么品牌呢 太子的爸爸叫做黄帝 就这个品牌叫黄帝龙 1960到70年代 台湾纺织业毕竟懂金 利润超过百分百 纺织品如同印钞机 为台湾赚取高额外汇 他们直接会到学校去抢人 抢学生 第一年这学生就毕业 第一年就是领班 第二年就是课长 第三年就可以当厂长 工厂还没建好 直接就跟营建的人说 你直接把我的冷气 这些东西要帮我先建好 因为他要招工人的时候 一定要让工人看到 哇这边有冷气 他愿意来这里 台湾省主席谢东炳 更喊出家庭及工厂的口号 让全台妇女毛起来 在家拼经济 像这个发笔娃娃的衣服 玩具上面这些服装 或是填充玩具的 这里面的填充的东西 甚至包括那什么猪猪的皮包 都是在各个家庭里面来做 1973年全球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 台湾纺织面临生存危机 陈一叶在短短一年内 倒闭将近90几家 无漏偏逢连夜雨 1975年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将纺织品主要供应国实施进口配额制度 台湾和美国还有外交关系的时候 就针对这个纺织品出国到美国的这个配额 每年进行谈判 所以欧洲就跟着这个学就有业界 16家产业工会加上10家大型的民营企业 合资成立了中华民国纺织业拓展会 来代表这个产业跟欧洲来谈判这个配额 尽管限制外销欧美的产量 但台湾纺织品的优势竞争力 问占市场 只是到了1980年后期 内油外患几乎压跨台湾纺织业 内活彩亚这些的影响 工人其实病人不是太好找 病人工人也代工吧 心不在工作上 可是接着过来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控繁请销 就几乎所有的那种毛衣业者 整个就马上了 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美国对台湾要求台币升值 当年的台湾纺织业 有个代名词叫做夕阳工业 但危机就是转机 许多业者转往东南亚和中国投资 默默耕耘研发 比量不行 比值总可以吧 中国大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 它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 所以当大陆开始发展纺织业之后 与其与中国大陆拼这种常规型的产品 我们是拼不过 那么台湾如果要发展纺织业 下一步的话大概走向功能性的商品 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日韩联合举办 西施排汉耐磨不怕破的功能性运动球衣 幕后英雄来自MIT的台湾纺织业 2014年在巴西的圣堡所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 大概是32队里面大概18个队是用台湾的这个布料 那这个时候法国的飞加洛报 有这样子一篇报道出来 说虽然台湾没有参加世界杯的这个决赛 但是每一个球队都穿台湾所制的这个布料的这个服装 一度被视为西洋工业 台湾纺织业欲火重生 重新站上世界舞台 展露锋芒 不论在世界球赛还是全球防疫 都已仿出傲视全球的台湾之光